大午鄉青年迎唱排完祖歌謠 为新书发表会揭开序幕 这是由台东县政府办理 大午出版计划 深入地方进行反弹收入 书写大午人落地生根 共生共荣 努力打拼的生命故事 特别出版陈书吉 在大午之心南回义法兰卫广 举行大午三艘风新书发表会 其实文化初一直在自律 就是把地方的一些文史 抽集起来 然后当然不可能 完全就把它记录下来 我们也希望说这本书的出版 可以让更多人 就是说认识大午 愿意来大午 书本以南回公路为起点 从大午风华一句大午 土地孕育 大午之味 左贯大午 人物故事 物件记忆主题 涵盖公路经济 族群迁徙 与扎根 地方产业 人文和景点等丰富内容 带领读者深入了解大午的故事 也借此保存大午在地文化风情 我相信应该也有很多人会因为这本书 然后在经过大午的时候 把这个书拿回来像说地图一样 去走访去看看我们这些所谓的 所谓书上所写的一些点 或者是风景 彻彻底底去做一个深沉的走入 那它是一个族群融合的一个环境 我是因为有参与这个 那也希望说这本书能再继续带领着我们大午的文化 继续做下去 临近山海交界的大午乡 历经时代变迁 人们来去 春落斩转分合 及产业起伏 记录在书本中 这不仅是一本兼具文实与生活感的书册 也是连结大午独特识别 期盼借由书本 能让大众认识这片土地 一同感受大午人的坚韧与热情 原事情文物举台中大午 采访报导